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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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雍正皇帝眼中张庭宇就是自己的死党 对这位老臣也非常尊重 但是此时的张庭宇 或许是依仗资格老 经验足 并不怎么把乾隆皇帝放在眼里 因此差点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 张庭宇兢兢业业干了一辈子秘书 慰吉人臣 荣耀加深 但是晚年却差点晚节不保 雍正皇帝生前答应张庭宇 等七百年之后 可以享受配相太妙的待遇 张庭宇很重视此事 但是后期张庭宇的一系列 作为引起了乾隆的不满 乾隆皇帝心里实际上比较鄙庭宇 认为张庭宇只是皇帝身边的一个秘书 能够慰吉人臣已经是很给他面子了 而张庭宇却不知好歹 动不动想退休 还省折子一再提醒自己关于配相太妙的事情 最后乾隆怒了 直接回复张庭宇让他自审 是否有配相太妙的资格 乾隆帝用大学时就轻易 罢配相 免治罪 随后归去 后来又因四川学政边修诸权作罪 令张庭宇尽脚班次出雾 乾隆二十年1755年 张庭宇属于家中 享年八十四岁 死后葬于龙绵山 乾隆帝最终还是挤足了张庭宇面子 让他配相太妙 继续侍候先帝 参考文献 雍正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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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 参考文献